今年彭管树以彭湖四季旅游为行销主轴 将彭湖独特的生态资源 整合推出一年四季皆可游玩的行程 希望能以崭新的彭湖观光意象 旅游特色以及优质品牌游城 创造整年度的观光热潮 打造彭湖悠游旅游的新意象 成为度假胜利 2022彭湖追风音乐节 为今年度观光系列活动是最大的亮点 将于8月13日在马公市观音庭盛大开幕 彭管处长许忠明表示 这两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重创彭湖的观光旅游 因此特以追风为主轴精心策划 推出了2022彭湖追风音乐节 希望借由彭湖独特的海岛风情 人文艺术 新乐乐社等浪漫情愫 融合音乐和光运律动 来舒缓国人因为疫情而紧张紧绷的心情 开始 我们这次2022彭湖追风音乐节 我们重聘所有的超级卡丝到我们的彭湖来办这样的一个演出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卡丝 包括我们开幕的时候是Ella跟911 然后闭幕的时候呢是Hippie跟告舞人 所有的卡丝都有非常强的这些阵容 那我们这次呢刚好又有悠游国旅这样的一个补助 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利用悠游国旅这样的一个补助 每个人来到了里岛 至少都有每房一千三的一个补助 我想所有的一个活动里面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优惠跟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表演 除了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一个歌手的演出之外 我们观音亭还有很强很棒的一个光环境的一个可以呈现的地方 让我们的游客在看表演之余 也可以在我们的观音亭去做散步 去做一个休闲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的澎湖秋风季 今年卷土重来 2022澎湖自行车跳岛嘉莲华101K活动 举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也相继登场 另外观光优惠护照除了是提供许多优惠好康之外 也推出特约厂商消费满千即可登录发票抽大奖的活动 期许能为澎湖再度带起一波观光热潮 记者陈荣誉报导